好 我们准备开始 好 各位亲爱的家人 全世界的兄弟姐妹们 大家好 大家好 好好好 好 来 我们现在开始新的分享 OK 好 开始 好 感恩国老师 那我们现在邀请第一位家人周玉姐 那我们其他家人可以 陆续关掉我们的摄像头 有请我们第一位家人 曾经的郭老师您好 我是一杰来自南京 是一组的学员 今晚向郭老师汇报一下 自己的心得体会与收获 最近的反观翻和智慧父母课程 给我的最大感受是 自己过去真的学的 太表面 太自以为是 但遇到现实的很多境界与痛苦 不得不来看自己问题的时候 正好遇到线上课程 真的看到自己太多的 错误观念和知见 以前的用功程度不够 现在其实也不够 然后内心其实还很弱小 也一直有想要做小孩 想要依赖 怕承担的心态 智慧还很不够 对于真理实相的体会也很浅 以前学了很多知见 都是在强化自我 也不会活去活用 也很怕无常 抗拒无我 感恩心也很不够 其实内心也不愿意真的去实践 道的品质 也不愿意默默无闻 做践脚石 自己一直没有那种 想要为自己生命 负全部责任的勇气和决心 一直有意无意的逃避 还想继续扮演可怜的 乞讨的 让别人来给我爱与理解的角色 越学越知道自己的德行 是什么样的 感觉要历练和成长的课题 真的太多了 有时候觉得 很可悲 但是这一切也是 自己一路经营的田地 目前其实还会迷茫和恐惧 未来自己到底要走什么样的路 选择什么样的人生 其实恋爱和工作上 都会有挺多的纠结 我觉得我的生命里 还有很多自己不敢去面对的东西 怕犯错 这些恐惧和痛苦 但是也另外的督促我自己要更好的成长 我希望自己能够好好地听郭老师的话 好好地开发心灵的觉知 以自己的负能量 自己的阴影 好好地相处 如实地面对自己 扩大心胸度量和格局 成为能够给予 而不是只向外乞讨的 真正的大人 成熟的人 希望自己通过不断地学习和服务 在为人处事上能够更加地稳重 更柔软 更有智慧 希望自己越来越进去生命的方向 能够渐渐地来到安静 好好地活出生命的意义与精彩 也能够把这种生命的爱与能量 就是回馈一个更多的人和这个世界 以上就是我的心得与分享 感恩郭老师 我希望通过这次的分享 也勉励自己真的 好好地学习 好好地成长 感恩郭老师 好 好像快三年没见面了 前一段期间 你妈妈还在操心你的事情 我还跟她做正向的安慰 不错 那你看你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反观 我觉得我跟她讲的还可以交代 好的 郭老师 真的非常地感恩 真的就是要如实面对自己 然后要下真功夫 因为这个是要学到智慧 不是一般做学问说 我会被考试过关 我论文会学 能够毕业 我已经研究生毕业了 我可以怎么样的 不是那一套 因为那是属于世间的 世间法 世间的 就是属于数的层次 这个都比较好学 道的层次 这是攸关生命 攸关智慧 这个是真的要用心深入学习 很好 好 看你已经有相当的觉醒 好 很好 好 再来继续 谢谢老师 嗯 好 我们下一位家人 龚海华 曾经的 郭老师您好 好 你叫龚海华 来自广东合园 学后是爱琪 以下是我的个人 分享 个人心得体会分享 我很荣幸能参加这次 智慧父母课程 感恩老师们的精彩智慧分享 课程内容很棒 很精彩 很实用 都是老师们的实修 有亲证经验总结 所以能打动人心 感染人 嗯 虽然是短短的半个月时间 但感觉自己还是有所变化的 嗯 道理好像以前也懂 就是没有运用到点上 通过与老师的互动 才有点豁然开朗的感觉 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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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百 自然 会觉察到与人相处出现不舒服的时候 其实都是自己的问题 首先,必须回来反观自己 其次,要继续不断向大自然学习大智慧 学习用道法自然的方法教育孩子 不主宰,不抓取,尊重孩子 给孩子自由发挥的空间 让他能够多干家务,多接触大自然 自己也要学习柔软,处下,谦卑,不争 超越二元对立,接受事物的完整 了悟生命实相,宇宙的运转法则 了悟我的生命存在,必要元素 地,水,火,风,空 并与大自然链接 最后能够来到议题 这次课程安排的,我觉得也很好 对我来说感觉不紧不慢,很丰富 虽然是放假时间 但由于自己照顾家庭的原因 有时还是会落下课程 不过自己尽量也会补上 课程中有被感动的泪水 也有开怀的哈哈大笑 家人的个案剖析与问题答疑 突然让我幸福感提升不少 原来自己是这么的幸运 这么的幸福的 感恩一切的遇见 其中这次类点较多的就是 第二天,补听李玉杰老师的分享 当他分享到郭老师的不容易和感恩心时 眼角也失运了 到了晚上睡觉时 想到郭老师当晚答疑的模样 好像显得有点疲惫 眼角的泪水马上又不停的花花的流 记得之前观看郭老师分享 《世事本无碍》的视频中 也曾提到弘法的不义 记得那次也是流眼泪了 非常感恩老师们 学会深入反观是我要突破的 您觉得开发 是我觉得做得很不够的一个 老师说得很对 就像做教宿 虽然很简单 如果不去践行 那也没办法 接下来我要反复的听 反复的学习这些课程内容 好好消化 开发电力明觉 在生活中实际的运用出来 早一来到安心自在 感恩老师 好 好 很好 要落实去做 就是要认真学习 落实去练习去做 好 很好 来继续 其他后边的继续 第三位家人 刘璐学姐 亲爱的郭老师您好 好 我是刘璐 来自千岛湖生态村 首先非常感恩 到妈妈 一直从小 不仅是从小 应该是很久很久以前 就一直在养育着我 其次非常感恩老师 对我的真爱的尊尊教诲 以及整个团队 对我的不离不弃 还有生态村的村长 一直在栽培我 协助我的成长 本期课程 我感受到 到妈妈的爱 是一直那么的伟大 有力量 在我的身体里面 也一直在滋养着我 而我却一直去 寻找 父亲的爱 先生的爱 甚至包括儿子的爱 是多么的愚蠢 非常感恩 所有所有的一切 但是也体会到 自己的体会 并不够深入 还要深入地浸泡 更加无限地信任到 希望自己可以活得 无畏 无惧 有力量 勇敢地做好 当下应该做的事情 再一次感恩 郭老师 因为我曾很多次在梦中 想到老师的恩情 默默地流泪 也感谢所有的 善因缘 一直在协助 希望我的生命 可以真正地 觉醒过来 可以活得 像老师那样 像道那样 请老师批评之争 谢谢老师 好 你过去就是 太任性 那种大小节脾气 这是比较任性 所以之前也陆续跟你讲过 不错的地方就是 你能够听得尽 你能够听得尽 讲出你的问题缺点 你也能够听得尽 也愿意逐渐去改 很好 只是希望你能够 因为面对自己的习气习性 不容易一下子就改 改掉 希望你能够继续敞开的心 虚心的学习 记得要有明觉 要有明觉 如果看到自己在抓取 又在依赖 又在任性 只要你有开发心灵觉知 你当下你就可以觉察到 所以开发心灵觉知 灵觉非常重要 然后让自己要逐渐成长上来 自己要逐渐成长上来 怎么样能够用真爱 来养育小孩子 不是那些溺爱 不是错爱 不是放纵 也不是变成自己的任性 然后抓取 抓取 这些都是要逐渐进化的 所以希望你继续虚心的学习 还有要勇于道歉 做不理想的地方 不好的地方 记得要勇于道歉 OK 感恩老师 谢谢 好 再来 我们第四位家人 请素额学姐 尊敬的郭老师 您好 县上县下的家人们好 我是来自辽宁的秦淑女 A9号 好 非常感恩今生的姻缘 出逐了我与老师在网上的相聚 让我从迷茫中找到了自己 也非常感恩高细灵团队的 义工老师们的大爱 真诚真心的服务引导 让学生看到了同频的快乐 和家人们一起精进学习的过程中 也让我增长了智慧 也大开了眼界 同时也看到了自己的不足之处 文师基础少 对自己学习的力道不够 有惰性 有逃避的心理 在学习过程中遇到事 我能接受的我能接受 我接受不了的还是在逃避 有反观自己的心理情绪 有抗拒心理 想打压 想对峙 想控制 还在二元对立的恶性循环当中 在念头的情绪中打滚 网上的学习让我看到了自己的短板 那个小我常常给自己找借口 安慰自己 你只能做你自己 做不了别人 也主宰不了任何人 想一想 我们敬爱的郭老师 也不是万能的 也要靠法界的力量和众因缘具足 才能呈现出今天法界的胜举 我内在的小孩很偷气 一想天开 就像开火车似的 尾气不停 念头不断 情绪波动时高时低 就像海中的波浪 浪花不断 波浪不止 那个念头随波来随波去 没有中止停息过 每个念头看似没有连结 却像是在冥冥中安排好了的一样 郭老师隔屏互动 每次都有一种感觉 像给身体充足电一样 也深感同受老师的辛苦与慈悲 那种拯救天下昌生的心 让我由衷敬佩 我知道老师是全球众生的灵魂导师 是我们修行人的领航人 我们通过学习成长上来的学员 要维护地球家园 爱戴我们心灵家园的郭老师 在这里也叮咛老师 您保重身体 让道的力量发光发热 我们抱团取暖 爱护大自然 感恩今生遇见 感恩生命中 由高细灵团队的助力 爱无处不债 温馨暖人 甜甜的感觉 祝大道广传 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 世界和平 感恩老师 好 这是要认真学习 脚踏实地的学习 还有要跟团队多做一些互动 多参加课程 OK 好 老师 好 再继续 好 第五位家人 陈友军学长 郭老师 您好 好 好 我叫陈友军 来自湖南 长德 下面的话 是我的这一次的学习 心得分享 那通过上一次的反观班 还有这一次的智慧父母课程 我感觉到我自己的话 就是这四十多年来 都是活在梦幻世界 然后从小呢 也是学习了很多错误的知识 然后呢 包括社会的一些错误的观念 然后自己长大之后呢 然后又一直不断地冲向苦海 也同时错误地对待另一半和自己的孩子 那这一次学习的话呢 我是边学习边应用 真的发现非常好 也感觉自己的家庭关系呀 也在缓和起来了 那我在有一些课程 我是现场学习过一次的 然后有的在学习的时候 我再又重复播放两遍 发现每一次的学习 都是一个新的课程一样 感觉又有得到了新的消化和吸收 那我现在的话呢 还有一个没有做好的地方 就是在开发这个心灵觉知方面 还没有去真正的去做 或者说是偶尔去做一做的话呢 又好像又忘记了 就是又掉下来了 所以我是计划明年 又是去千岛湖那边去系统学习 学完了之后的话呢 然后去传播这个高心灵的智慧 或者是去从事这个自然農法的工作 这就是我这次的心得的一个分享 也特别感谢郭老师这么多年的默默耕耘 和众多助理老师 给我们创造了这么一个 很好的一个课程出来 特别是我发现这一次应用 边学习边应用的时候 我就感受到真的这个能力 能量真的觉得非常好 整个家庭气氛 各方面也完全不一样 所以再次感谢 感谢郭老师和各位众里老师 各种的善言善缘 感谢也请郭老师批评指证 好 你最近学了这些课程之后 发现前半的人生是迷茫的 是很多都是这样颠倒梦想 不错 这样的发现这个非常重要 不是说否定自己的过去 而是要清楚的看到 我们一般人 我们过去是怎么样在盲目的冲 冲冲 冲向苦海 真的要静下来 好好地栽培自己 要学到智慧 要清楚地看到 过去的运作模式 带来的是什么样的结果 要敢如实面对 很好 你能够看到过去自己的盲目冲动 然后现在愿意再认真学习 也规划来年能够好好的再加强学习 很好 希望能够再进一步学以自用 然后改变自己 也把生命意义发挥出来 OK 好 很好 谢谢 好 继续 第六位学员家人 王红 先生们 郭老师您好 好 我叫王红 来自山东 来自山东自伏 好 下面是我的新的体会与收获 郭老师 与您结缘是2018年 2018年那时候 我是深深地在苦海里 然后呢 就是感觉就是见不到光明 那时候没有 因为自己那时候那个心境 没有看到这个道德经 这个智慧那个光芒 所以说就是学了一段时间 然后又放下来 然后直到去年开始 又重 就是转了一圈 又重新再看到的时候 才感觉自己原来就是 层次太低 没有与道和大自然相连接 这样的话从去年开始 又开始系统地学习 修身养性 净化心灵 世事本无碍 道德经妙解 然后呢 每天诵读道德经妙解 诵读过程中 不太明白的地方 在回听老师的课件 每天听静心音频 顶悟和健行 口德练习 用心灵来吃饭 在日常的工作 生活和做家务的过程中 练习 练习 口到心到 手到心到 脚到心到 感觉生活 有了真实感 踏实感 还有扎实感 现在我把修行 作为我人生的第一顺位 每天的工作 学习 生活都是在历史练习 我现在找到了生活的重心 虽然目前自己的状态 不是很稳定 时不时的会出现偏离 再随时拉回来 但是现在感觉生活已经很幸福了 幸福了很多 非常感恩郭老师打造的这个平台 我感觉这里面的宝藏无穷无净 无论哪方面的卡点都能解决 听的 读的 看的 还有这些老师的引导 我感觉只要有心 改变命运和了悟生命史上 这里都能得到支持 非常感恩郭老师 也非常感恩 讲课的这些老师 他们的实修实证 也让我从内心里非常敬佩 讲课的过程都是由心而发 以大自然为师 他们先行一步 为我们做出了榜样 他们的真实表法 更坚定了自己前行的动力 自己要努力成长 才能发挥出生命的意义 也非常感恩这些义工家人 他们在不同的岗位 发挥出自己生命的意义 来利益更多的人 当我就是我一个体会就是当我需要哪方面资料 只要求助于任何一位义工家人 我都能够得到这个资料 我那时候就特别特别的感恩 他们真的用实际行动来践行 通过学习这个智慧父母课程 自己收获以下四点 第一点是课程设计非常科学 四个阶段层层递进 虽然时间短 自己有的没有跟上进度 但是每一个课程都能受到启发 郭老师解答学员提问 以及老师们讲课时 很多时候都能碰触到自己的卡点 有的是自己以前没找到的 老师在解答和反观这些问题时 看得很微细很深 自己是看不到这么深的 从而启发自己对卡点 进行梳理和反观 更好地清理和净化自己 提升自己 第二点 方向和目标更加明确 郭老师胸怀天下 为众生服务的慈悲大爱之心 让我深深地感恩 为我做出了榜样 也指明了方向 我要好好地文思 练习静心 预示反观 增加定力和明觉 才能有能力 服务好大众 平台提供的学习内容 很系统 很丰富 四地方法 四地方法很明确 只要用心 用心学 用心干就行 好好栽培自己 乃是今生第一大事 非常感恩郭老师 第三 课程还需要进一步 学习 拒绝 并对照自己 做反观练习 非常感恩 您老师 制作的反观表 自己填完时 感觉自己的问题 就找到了 这个方法 让自己静定下来 预示书写 结合文思 清理进化 与道连接 有能力 有力量 让自己尽快走出来 少祸害别人 少为自己 种下恶因 在听课过程中 听郭老师讲到 二年制也有线上班 非常欣喜 太感恩了 我会报名 让自己系统学习 通过文思修正 尽快成长起来 也像老师们一样 行出来 做出来 更好的为大众服务 第四 向天地父母学习 向大自然学习 与天地父母连接 找到了自己生命的源头 找到了爱的源头 自己的幸福 自己创造 自己的生命 自己负责 知道了过去认为的应该 依赖 讨爱 让别人为自己的幸福买单等 都是错误的运作方程式 通过学习改变自己的运作模式 让自己内心富有富足 现在我正在从一个乞业 在变成一个富翁的路上 练习服务大众逐渐活出爱 付出爱 分享爱 当然自己目前的阶段 还在学道 体道 悟道的阶段 好多情况需要转念才能做出来 还没达到内心流露出来的状态 还需要更深入的学习和练习 感恩关老师 好 你刚才有提到 你现在正在从乞丐 讨爱的心态 逐渐变成 逐渐迈向心灵富有的人 这是非常重要 也很正确 很好 继续虚心的学习 参加两年次的课程 继续跟大家一起学习 继续成长 因为这一种课程 它比你去上大学 上研究所 上博士班 都更重要 因为这是让我们学到智慧 让生命觉醒 所以希望大家好好好的珍惜 OK 好 很好 感恩老师 好 我们第七位家人郭灵妹 中心的郭老师你好 我叫郭灵妹 来自广东 我是十二祖的邪阳 感恩老师们的指导和分享 我有幸参加这次智慧父母的课程学习 通过这次学习 我向老师汇报了我的学习心得和收获 通过这次学习 我开拓了我的心胸格局 对于与爱人相处 懂得了幸福家庭之间是有百分之六十存在差异的 彼此因相同而亮接 彼此因差异而成长 又包装对方的不同光点 多看对方的优点 生活才有幸福快乐 通过学习我懂得了道化自然的就义孩子 又给孩子足够的空间 不能溺爱 不能错爱孩子 又培养孩子有感恩心 吃苦耐劳 请讲绝约 做生命主人 又有执政心 有正切的因果观 种上因皆善果 又接受风雨的磨炼才能真正的成长 有孩子又气 爱更多的人 生命才有意义 通过学习我懂得了 宇宙的硬转法则 柳物生命实现 宇宙是无常变化的 不能强捉取主宰 生命从哪里来 就回归到哪里去 生命每个阶段都有它神圣的意义 懂得又好好的珍惜当下 过好当下 不应岁月的流逝而往昔 活出生命的意义和神圣 感恩老师们的辛苦付出 感恩 这就是我的学习心得 好好好 很好 继续深入 要真的要学到高等的智慧 改变自己 让生命越来越开心快乐 学到智慧 刚才你有提到 真的教育小孩子方面 不要溺爱 不要错爱 不要主宰 但是不是说不要主宰 那就变成放纵 溺爱 不是这样 所以一般人都是在两端 两个极端跑 不是放纵溺爱 不然就是要强势主宰 这些都会导致后面 小孩子的畸形发展 心态畸形发展 所以要给小孩子良好优秀的 所谓的三观 人生观方面 真的 为人父母本身要虚心学习 要学到智慧 心胸度量视野都要打开 才会懂得怎么样教育小孩 好 很好 老师 我就是在这里 能不能提一个问题 就是想问老师 因为时间的关系先不用 因为其他人 他们等着再分享 OK 好 继续 好 那我们第八位家人 张慧 张慧学姐 那我们先下一位 闫宁芳学姐 您好 我叫林芳 是第二组学员 来自湖南 这次有幸参加首期线上智慧父母营的课程的学习 收获满满 非常受益 首先 感恩高新民书院和正义学堂联合举办这次课程 感恩郭老师的慈悲大爱和对我们的悉心教导 感恩所有义工老师 感恩所有义工老师 助教老师 默默地奉献付出 也感恩线上学习的所有家人的陪伴 其实我接触我哥老师的课程 有应该是08年09年就接触 有17年16年到山东去参加过两次的教室游 以后就一直没有参加过专修 在家里学习 也不够很扎实 没有落地去做 所以对自己生命的改变也不是很大 通过这次学习 我有如下的收获 跟郭老师汇报 通过这次学习 更加清楚学习的方向 学习的次第也更加明了 懂得文实基础要扎实 政治政界不能停留在头脑的层面 更要深入骨髓 更自于心灵 才能正确引导我们怎样去生活 如何去面对生活 工作中出现的种种问题 以前因为就是没有落地去做 所以很多的问题还是困扰着我 所以就催促我 也就遇见了这次年底的反观班 和智慧父母课程 我也都参加学习 还有李老师的反观书理表 非常好 写反观书理表很受益 学习过程中 我写了两份反观书理表 我感觉写反观表示 那些平常难以其实的心理化 从笔尖流露出来的时候 情绪能量得到了释放 让我看到了自己情绪 帮助我梳理了自己的情绪 同时也让我看到了自己 过去很多错误的观念和认知 看到了自我的运作 错误的运作模式 我的错误运作模式很多 第一个就是习性的看不惯别人背道的行为 自以为是 自认为高人一等 挤优人烈 挤高人低的心态很严重 习性的批判别人 批评 审判别人 不过很少表达出来 只是内心在冲突 自己内心深沉的恐惧 不安 缺爱 深深的自卑感作祟 造成对外抓取 主宰 掌控 特别是对先生的抓取与掌控 搞得夫妻关系很不和谐 自己也很痛苦 这次学习 让我懂得每个人的生命 都是独立的 我们都扎耕于天地父母 接受天地能量的滋养 我们的生命才能存活 天地父母 道才是我们生命的源头 是我们生命的支撑 是我们生命的究竟归一处 同时也让我们懂得 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世界的源头 我们都是自己命运的主宰 我们要为自己的生命负责 苦海都是自己造成的 这个方面我有深深的体会 真的我的苦海是我自己造成的 通过这次学习 我发现自己有这么多的错误的认知 错误的运作模式 后续的学习 我是这样安排 这样打算的 我准备深入学习高心灵系列课程 并在日常生活中 工作中 练习着去做出来 放下头脑思维 平常我头脑思维特别多 干扰 对我的干扰也很严重 学习用心灵来生活 开发出心灵的觉知 开发明觉 培养感恩心 学会道歉 因为我平常真的是很没有感恩心的 虚心学习 学会看别人的优点 欣赏别人 力源对境 遇到爬点 随时向内反观 找到错误的观念 认知 并加以进化 淡化自我 成长自己 提升自己 再就是 不要习性的去 把内在的恐惧不安 向外投射给家人 造成对家人的伤害 真诚真心的 善待身边的人 学会 尊重别人的为人处事方法 因为这个平常 我是做的很不好 别人的 做的不合己意的 我内心有很多的条条框框 我就很排斥 我就很 不能够接纳 不能够接受 内心就很对抗 尊重别人的作为 不要介入别人的因果 有因缘 多服务 多付出 把心量打开 这个是我的 一个做的很不够的地方 再就是多接触大自然 借助大自然的力量 把心敞开 懂得自己选择 自我负责 以大自然为师 学习大自然 大智慧 柔软 处下 不争 学习去连接到 连接天地父母的大爱 让自己 爱满满 然后 活出爱 分享爱 传递爱 谢谢大家的聆听 与陪伴 感恩你们 谢谢你们 我爱你们 感恩郭老师 请郭老师指导 好好 不错了 你有认真在学习 就可以看到自己的问题的 虽然你接触十年以上 接触这些课程 有十年以上 但是你也看到 以往就是没有 好好地下功夫 深入学习 深入体会 所以改变不大 好 那你现在呢 有认真 要认真学习 也愿意要 如此面对 改变自己 这个非常好 这个是生命 迈向觉醒 迈向提升 很重要的关键 转折点 好 继续 继续用功 好 很好 感恩郭老师 谢谢 好 我们第十位家人 史娟 真正的郭老师 你好 我是史娟 来自辽宁 学号M5 感恩郭老师 和所有 一共家人们 还有网络 所有一共家人们的 慈悲大爱 无我无私的 奉献付出 你们是我学习的榜样 感恩有你们的眼睛 学习反观进化心灵 真好 遇到事情 让自己不舒服 会随时去反观 看在哪些 观念需要改正 把堆积 原有的情绪 抱怨 深恋心 慢慢进化 不理想的心态修正 心灵的进化 真的要像 每天打扫屋内 灰尘一样 每天打扫 每天都会有灰尘 所以每天要坚持学习 有个故事说灯泡 因多年没有擦灰酒了 灯泡就会暗淡 当擦掉灯泡上的灰尘 灯光 灯泡就会突然很亮 我就是那灯泡 在夫妻的关系上 我就是太倔强了 总会不愿意 做那个先低头的人 要学会换背思考 做个先低头的人 先生就是我内在的一面镜子 时刻都在 呈现我内在的想法和样子 最近也总会被 史上所震撼到了 看到吃的食物 也都是满满的爱的给予 他们都会心甘情愿地付出 默默地分享 感受到了水妈妈的爱 水真的是有生命的 是火的 我的身体也是火的 自我总会担心害怕 当真的走出去求证一下 就会有所知道 原来没有想象的那样可怕 用心灵来生活 用心灵来说话 用心灵来走路 真的要多生感恩心 爱心 慈悲心 多接触大自然 太阳每天都在发挥生命的意义 生命真的只是变化 变化 没有死亡 以上是我心得的体会 也很感恩郭老师 一直在指引着我 我也知道自己还需要多下功夫 认真学习 因为自己的习性还是很硬性 贪玩 有时还是不愿意去面对 去看问题 当今天梳理了一下自己原有的情绪是 发现书里 写你老师的那个反观表 也会让自己有很多的情绪释放出去 而且也会看到自己的问题在哪里 很感恩郭老师 谢谢你 好 以后要是有姻缘 自己还想再去参加遵修班 这样会让自己能有更好的改变 希望你真的要看到自己的问题 一般人都是活在自我的梦幻世界 活在自以为是 看不到自己的问题 看不到自己带给家人多少的痛苦 所以那都是因为盲目的冲 活在自我幻觉 没有那种明觉 所以希望你一样要认真开发心灵觉知 然后再来要敢如实的面对自己 不要再任性了 你任性强势主宰 到后面带给对方痛苦 自己也必然痛苦 所以要有魄力有决心 改变 你改变 你的整个世界 你的周围 就会逐渐改变 OK 好 感恩郭老师 好 第十一位家人 蔡衡学姐 尊敬的郭老师 您好 我是十四祖的蔡衡 来自上海 在上这门课之前 是去年12月份上了16天的一个深度反观的网络课 不知不觉已经过了一个多月 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 天天静下心来学习 体会反观 心态更加平和 这段时间是通过观呼吸 观醒走 还用心灵吃饭 用心灵做事 在日常生活中开发明觉 活在当下 用心灵感受 感受大自然 感受阳光 空气 流水 大地 草木 感受季节的交替 生命的轮回 清静本心 淡化自我 与天地对照 向大自然学习 当自己驱赶的时候 听到小鸟的歌声 享受阳光的造福 微风的吹拂 感受到心灵放松 同时也感受到 乌云的翻滚 狂风的肆虐 大雨的庞陀 这也是一个 大自然的实相 所以对这些 也要懂得去欣赏 这是课程中间 体会最深的 就是郭老师 对于一个 完美和完整的一个讲解 完整是所有事物 和人不可分割的一个特性 完美就是我喜欢的 我想要的部分 追求完美 就会制约不喜欢的部分 追求完美 实际上就是一个二元对立 完整实际上就是一个完美 加上一个不完美 一个完整的人 应该是有完美的一部分 也有不完美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接纳一个人的时候 如果是真心接纳他 应该接纳他的全部 也要接纳他的完美的部分 也要接纳他不完美的部分 如果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的话 他是一个不完整的人 这实际上我觉得 是郭老师给我的 最大的一个智慧 好 还有 反观自己对孩子的教育 以前一直以为 自己对孩子教育很不错 孩子也是别人家的 也成为别人家的孩子 学习很好 考上名校 工作也很满意 我自己跟孩子 关系也很不错 经常会跟他沟通交流 自己以前对自己的教育 还有些小得意 但是听了 上了智慧父母课 就发现自己做得也很差 那样孩子 郭老师那样23种 我就占了8种 比如不让孩子劳动 担忧孩子跟小朋友一起玩耍 对孩子 有一些感冒 这些东西过分在意 不课 家教 还有 轻松满足孩子的一些欲望 特别是以学习为由 不让孩子干任何家务 不吃生菜生饭 这样 实际上 孩子已经20多岁了 培养出来了 现在就特别感觉 这孩子是以自我为中心的 然后因为也不善于 特别交流 虽然也可以人交流 但是不是特别会 而且就学到了 到处都战斗 什么都是 都想要得到最好的 工作也要最好 压力 我觉得他工作压力也非常大 所以 看了 郭老师的向大自然学习 种什么因得什么果 种善因呢 就是得善果 种恶因得恶果 种田因 种得田果 种苦因得苦果果果 我觉得孩子目前这样 是我们在孩子成长过程中间 过分注重竞争 这孩子就得到了一个竞争的果 这实际上就是 我们真的做父母要反思的 也是我自己要反思的 所以我觉得在对孩子教育方面 接下来 我可能会跟他慢慢交流 要他慢下来 引领他走进大自然 关注大自然 向大自然去学习 特别去多关注周围的人 去学会爱 要学会包容 要学会用两缘的方法 去看待人 去对待事物 这是关于教育这方面的 反观我夫妻的相处的过程中间 我觉得在夫妻相处过程中间 丈夫经常有时候还不会相信我 通过学习也知道 不相信是因为信面打开 我要反思我是做什么事情 让他不相信 要想办法把他不信任的 这个事情要消除出去 要与丈夫经常真诚的沟通 要真诚的去讲 真诚的去听 另外作为我丈夫来说 他的控制欲比较强 我则比较讨厌控制 这样就会产生冲突 在学习这个课程以后 我特别记得 记得郭老师有时上课 就是要学会柔 要学会智慧 我就想要用柔的方法 去应对他的控制 这样就不会产生冲突 另外的话 要多看看丈夫的优点 欣赏他 多夸夸他 这样才能更和谐 真的非常感恩 这一个多月的学习改变了我 感恩郭老师的智慧的引领 也感恩各位老师和义以共的某某付出 谢谢 谢谢 嗯好好 觉得你刚才讲的对于小孩子的教育 还有跟先生的相处 我觉得这两点很重要 这几乎是每位家庭妇女要面对的问题 你前面也提到 你本来以为对孩子的教育本来好像不错 但是一对比之后才知道 原来自己过去很多观念是错误的 真的 你讲的也是代表很多为人父母 都认为小孩子你只要好好读书 考试成绩好就好 家事不用做 其他不用担心 这一种观念把小孩子变成为考试的机器 还有样样都要竞争赢别人 像这种情况 让小孩子在成长的过程 不懂得怎么样为人做人 为人处事方面就变成 好像你成绩好以后就没问题 事实上不是这样的 小孩子本在成长的过程 怎么样教会小孩子要与人和谐相处 目前有一种教育理念 看起来好像很受欢迎 看起来好像很不错 但事实上这种教育理念 真的副作用非常严重 一些教育理念就认为 我们要给小孩子自由 给小孩子充分的爱 要尊重他 然后告诉小孩子 你是什么你是中心 你也是我们家庭的中心 你也是什么中心 然后社会还有一种观念 就是我是什么宇宙的中心 我是什么中心 这一种把自己摆在一切的中心 好了 这一种观念 让一个人真的他在成长过程 不懂得做人 不懂得怎么样与人和谐相处 所以像这种情况 这个会让一个人 一直活在自我的世界里面 那这一种情况 如果没有及早觉醒 调整教证的话 后面有很多的冲突痛苦 等着来折磨 因为你活在自我中心 看不惯别人 不尊重别人 那遇到别人 也会不少人 因为他的教育观念也是这样 结果呢 都变成互相瞧不起对方 那没办法与人和谐相处 所以 真的不要用错爱 不要一直只要求考试成绩 要让小孩子从小就要学会做家事 从小就要学会 跟大家和谐相处 不是以自己为中心 而是要跟大家一起 大家是平等的 大家生命是一体的 所以要让小孩子从小就要练习 怎么样 学会经营人生 经营人际关系 不要一直以考试成绩为主 然后认为考试成绩就是好孩子 考上明星学校 考上重点学校 然后就是好孩子 这种界定 会让许多小孩子的人生观 都逐渐偏差 好 你有发现 赶快及时调整校正 OK 好 郭老师 好 我们第十二位家人 陈梦颖时节 尊敬的郭老师好 我叫陈梦颖来自温州 是第四组的学员 以下是我的心得分享 上了反观班 跟着又上了智慧父母课堂 对孩子的教育和夫妻间的相处 清晰了很多 这些内容平时很难系统的接触 并且得到答疑 现在呢 姻缘越来越好 大家终于能这么细细的 系统的学到了 平时郭老师讲的都是比较大方向的 关于什么是溺爱的细节 如何用大自然的方式育儿 怎么真正向大自然看齐学习 很多细节不讲 其实呢 我真的不太懂 然后会被社会上爱与自由的 那个育儿观念带走 有一次呢 我看到一只母狗 就是让那个小狗断奶 然后不让小狗吃奶 那个挺强烈的把小狗拒绝了 那个时候我的孩子才两岁 然后呢 我看着小那个母狗的作为 然后呢 想说要到底要不要学那个母狗的作为 但是呢 心里呢 又觉得我已经给孩子断奶了 断得太早了 很愧疚 所以就是 其实内心一点都不坚定 然后上完这次反观班 还有一个更不一样的认识 觉得郭老师呢 是心里品质很高 然后来协助我们 唤醒我们的人 之前呢 对没有 没有智慧 没有很高的危机意识 然后也把您的话 想得太平凡了 打引号的 然后现在越学习呢 越觉得自己还有很多要提升 然后呢 也更 更有恭敬心了 然后自己的明觉还不是很稳定 但是也有了更多的感恩心 对自己的恐惧不安 从不知不觉 不以为然 来到了有觉知 更重视了 这次上完 感觉自己物质成的状态 太重了 不够善用心灵 本质是因为观念障碍 冲错方向 太在意事情的层层拜拜 不是用大爱 随缘享受的心做事 所以总是开发不好明觉 期间一节课讲到无常 对我帮助很大 体会更深了 平时呢 自己也没有主动想回听 以前的那些系列课 觉得很花时间 这次回听中呢 其实又有很深的体会 还有个小问题 就是我儿子第一次看到 枪的时候 他就很痴迷 平时也很喜欢一些 扮演战斗啊 打仗的游戏 我问他最喜欢什么 他说喜欢挖土机之类的 这些大型的 有威力的 也喜欢打仗 但是他其他的像种田啊 什么他也会喜欢 我不知道 这是不是正常的 感恩郭老师 小孩子现在几岁 快忙五周岁了 在这个过程 他们是在广泛接触学习 好奇心得很强 所以你不用界定 他现在就怎么样怎么样 就是让他广泛的接触 重要重点就是为人父母 为人妈妈 要怎么样有智慧的来引导他 接触更多的正能量 更多的正确的人生观 让他从小就有爱心 要有爱心 然后懂得自己选择 自己负责 要有责任心 要有因果观 这是从小就要给他们 有正确的人生观 这些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你父母亲能够给什么 当然必须要 自己要有 所以自己要不断去学习成长 不要以为说 我会生小孩 我就能够养育教育小孩 不是这样 生小孩容易 要教育小孩 真的本身要不断的教育自己 要成长自己 OK 好 刚刚由于网络原因 有一位家人没有分享到 有请张慧学姐 你距离太远 声音很小 好想好想 小心 我是第一次参见咱们的课厂 就是收获挺多的 我觉得这个课厂 对我的感觉就是 能力满满 就是一种高档的这种设设 每天学习 然后呢 其实都成为一种习惯了 觉得通过学习的这段时间 生活中 自己的幸福指数也提高了 那么更多的是在反观自己 反其你家人相处的一些 你的声音还是太小 可以要靠近 靠近一点 不然刚才那种声音都太小 轻轻开始说吗 不用 继续 好 现在声音可以吗 可以 这样的话可以 对对 好的 然后就是 就是反观自己 对孩子成长中的一些问题 其实我一直以为 对孩子的这个影响 我比较 还是比较放得开 其实对他超胖的 就是掌控的 一般不怎么阻载他 但是通过过了我的课程 我发现这个孩子 其实在掌控 现在的地方还是蛮多的 就是 平时 对孩子的要求 不顶延 比如说家务啊 不让他作孽的 这种挺多的 就是说 通过学习呢 我在生活中 也试着 尝试着任何孩子 去做家务 比如说 对孩子的这个要求 不单单是在 停留在这个学习上 就是听课的这几天 我试着任何孩子 两个孩子 我三个人人流的 就是进入 做饭这样子 三个人人流怎么样 就是三个人 每天能流 就做一盆中午饭 哦 对 孩子就是尝试着 就是去学 炒菜 切菜 洗菜 熬菜 这样的一个过程 然后 其实在这个过程中 收费还是有的 比如说孩子在 洗菜的过程中 他那个剥菜 他就不知道要 因为要 就是摘菜 然后呢 把那个根去掉 然后洗 他刚开始 就是把那个菜 一下子就掉到水里 结果 但是呢 可把整个水就热了 所以说 从做菜的这个过程中 我觉得孩子也 学习一些经验吧 不管 这个挺好的 然后就是 学会 刚开始的时候 他有点挺醋 但是就做了 有两次三次 就是 像今天在做菜的过程中 他就是会有一种成就感 会有就是感觉就是 啊 所以做起来的菜 挺兴奋的 嗯 就是 我感觉他好像 真的是 他像 嗯 在做饭中也 有了一种快乐 找到一种快乐 他自己心里也挺 挺 挺乐意的 就是 在做的过程中 嗯 就是 我尽量的去鼓励他 其实做的不好 然后 搞的那个 翻桌上一片狼藉 我也会鼓励他 我也做的挺好 就是 尽量的做到不命 嗯 他就强势独宰 这样子 嗯 他有就是 一个是 小儿子现在几岁 嗯 十二岁 嗯 就是小学历年纪 好 他有就是在孩子 这个交朋友的过程中 就是刚开始 我孩子就是 嗯 有些朋友 比如说 你学习不好 就是看完玩游戏 我就在心里头 我就想着 不让他和这些孩子接触 嗯 然后当时这样的 但是又不知道怎么 这孩子说 但是今天他在玩的时候 嗯 要出去玩了 他说又找了那个朋友 那个朋友 我说 嗯 你怎么也是喜欢和他玩呢 我觉得他不单纯 然后我说了这样子 然后孩子就对我说 妈妈他 嗯 挺 他 嗯 就是喜欢运动 然后呢 嗯 就是 是个社交大咖 就是在年纪教育方面 挺厉害的 嗯 还有说了他2点1点 嗯 然后啊 我突然觉得自己 嗯 其实不应该用 你这样的这个标准 去要求孩子 该交怎样的朋友 不该交怎样的朋友 不该交怎样的朋友 其实孩子他心里 嗯 他自己 是不是应该有一点唱 啊 自己会判断朋友的这个标准 比如说这样的孩子 他是不是也有这个 嗯 自己 就是朋友之间可以互补啊 这样子 嗯 所以说我感觉以前那种 想 不喜欢他的一些朋友的时候 想不让玩 去的这种想法也是错的 嗯 对 然后就是 对孩子这块 也觉得他 你和以前那些好的一些想法 就不一样了 嗯 然后呢 每天也会安排 他干一些家务 扫扫这样 托托这样 之前是有些衣服干了 也舍不得用他 对 就是 这个 就是这段时间 你这样 试着和孩子相处的比较多 也就这样去改变他 然后 也试着去 就是 和爱人相处的一些 以前就是老师觉得这些委屈啊 买愿啊 挺多的 嗯 其实现在想想 有些自己的心里的 这种公主旺的作怪 其实听听老师的课 也觉得 你的课程 我觉得 我们一句话来说 就是咱们的相应面 招呼敬你 就是让你发现自己心里有魔鬼 然后看清自己的 认清自己的 所以说 嗯 最后就是特别感谢 要练习做家事 家庭里面的大大小小的事情 小孩子要从小就练习参与 你有让小孩子练习参与 他将来才会懂得经营 家庭做家事 如果这些没有让小孩子学 就算他读到大学毕业 研究所毕业 还是一样 就是一个还是一样 一个小小孩啊 所以很重要就是要让小孩子 从小就要练习做家事 从小就要练习着 怎么样自己选择 自己负责 当父母亲的 就是从旁协助 只做辅助 然后让教小孩子怎么样去判断 当然人生观 为人父母本身要有正确的人生观 不然的话 你用名利心 你会污染小孩子 你用强势主宰 会污染小孩子 所以本身要好好的成长 然后给小孩子正确的人生观 让小孩子从小就学会做家事 学会经营人生 学会自己选择 自己负责 这个是从小就要教他 越早越好 越早的话 小孩子越好教 然后他后面的人生观 就会越来越正确 而且懂得自己选择 自己负责 好 所以希望为人父母真的要虚心学习 学习到智慧 我希望我们 这个 父母课堂 希望更多 线上线下的家人 线上的家人 能够告诉更多的亲戚朋友 请他们也加入 后面陆续开的课程 请他们也加入父母课堂来学习 让普天下 为人父母真的能够学到智慧 用爱来教育小孩 用真爱来教育小孩 不是错爱 不是溺爱 好 好 OK 好 感恩郭老师 那我们有请第13位 由于时间原因 也是最后一位家人 莲浩学姐 尊敬的郭老师 您好 好 亲爱的家人们大家好 我叫莲浩 来自河南洛河 这次参加智慧父母 线上课程的学习 收获很多 首先感恩郭老师 及各位助理老师的智慧分享 也感恩 为此次课程 在背后默默付出的家人们 也感恩和我一起成长 学习的各位家长朋友 这是课程太珍贵了 真的值得全天下的父母认真学习 郭老师所说的那些话 简直都是在说我 那些毛病我都有 我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曾经我也缺乏智慧 教育孩子的过程中 不是强势主宰 就是溺爱 当我看到起字内 教育的弊端 就想给孩子寻找好的教育 学校 也不听 没有听起家 家属其他人的意见 自己也很任性 爱当家 就是我就 曾经带着我的两个孩子 去了一个传统文化学校 学习了两年多 在这个过程 郭老师也提醒了我好几次 让我尽快把孩子带回来 还好那个学校 最后被国家取缔了 因此也让孩子 就是浪费了两年多的时间 我为了给小女儿补课 又去洛阳 又找到一个洛阳的乡村学校 这个学校 当时是看着能够接近 接近那个乡村吧 能够让孩子体会大自然 然后这个学校的 就是也是快速教育 小学的小学生就开始学习 初中的课程了 在那里生活了一年 孩子很不适应 就是我们最后又回到了棋子内 在这个过程真的浪费了孩子很多保费的时间 内心也是很后悔 当我没有学到智慧的时候 就会被世间各种所谓的学校所迷惑 孩子的成长只有一次 现实生活中很多的境界随时都在考验着自己 当自己心灵没有进化 缺乏定力和明觉 内心不富足时 心不安时 是经不起世间的各种考验 至于以前熏悉的名利心 错误的观念 会继续习性地牵着我往那方面去 导致以系列的苦苦 在这个过程中 我也不断反观自己 栽培自己 用心灵去学习 郭老师讲的修身养性 净化心灵 道德精妙节等课程 当我内心越来越安心 越来越富足时 就从头脑的世界回到了眼前这个真实的世界 去看大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 大家都在享受着天地父母的大爱 温暖的阳光照耀着我们每一个人 每个人都在呼吸着新鲜的空气 走在大地妈妈 道妈妈 大爱的怀抱里 平时迷失的我们 都怕别人沾了我们的光 抢了我们的风头 夺走了我们的爱 所以要不断的竞争 竞争 当我静下来去观察生命的实相 发现谁也站不了你的阳光 谁也抢不走你的空气 谁也夺不住你的爱 天地父母给我们的是 源源不断绵绵不绝的大爱 我们每个人只需各自成长 各自绽放自己 每个人都是靠天地父母在养育 每个人都只能扎根于天地 每个人的生命源头 生命归一处都是在大自然 以前的我从小缺乏父母的爱 总想给孩子过多的爱 过多的保护 反而成了溺爱 由于以前对生命实相体悟的乌生鹤 没有从大自然学到真正的大智慧 还时常把孩子保护在温室里 让孩子失去了很多生命成长体验的机会 在此我也给我的两个孩子深深地说声对不起 从此我要给孩子彻底的断乳 以大自然为师 就像吊篮 要把小吊篮从我身上移植到大地上 接受阳光雨露的滋养 风伤雨雪的磨练 须则全 多给孩子一鼓励 让孩子学会勤劳节俭 学会经营人生 会做家务 独立自主 不再啥都给孩子安排好 这样才是给孩子的真爱 孩子以后的人生也才会有潜能 有创造力也才会活出生命的喜悦 以后我要多栽培自己 加强心灵觉知的开发 深入的去体会 向大自然学习 虚心柔软楚下 多欣赏别人 多尊重别人 多听取他人的意见 自己不懂的真的还很多 自己看不到的也很多 和大家和谐相处 不再任性 凝聚更多的善因善缘 也向老师学习 学习老师的人格 看老师每天在冰天雪地里拍摄 逼灵花 为了让全世界的人 看到天地父母 是有情有灵 看到天地父母 对我们的养育 看到大自然的奥妙 老师每天都要 在零下 十几度到二十多度 二十多度的寒冷的室外 占五到八个小时 老师每次在视频中 每次咳嗽一下 我的心都特别的痛 真的 今生能遇到这么好的老师 换我醒来 我将倍加珍惜 为了安心 我的前半生 在明里全行里寻觅 找安心之道 现在终于找到了 以后将好好学习 感恩老师 好 很好 很好的反观 也是生命逐渐觉醒 有很多方面 自己没有去经历过 真的不知道 自己的问题在哪里 那一般人是 没有虚心学习 没有成长的话 他活一辈子 也不知道自己哪里有问题 所以大多数人 都是迷茫的 盲目的 一直的往前冲冲冲 然后过了一生 到后面 只是痛苦 忧伤 或是后面 抑郁寡欢 那个都是因为 在这个过程 没有学到智慧 只是一直任性 然后按着被自己的习性 牵着走 盲目的过一生 之前前面几年 也跟你陆续有讲过 但是之前你好像 听了好像懂 但是后面你才发现 没有真正听懂 或是就像你的小孩子的教育 也跟你点过 跟你提过 但是你那时候 没有真正重视 结果呢 小孩子又这样的 在那里绰号了 不少的岁月时间 不错 你后面你都有逐渐觉醒 改进 很好了 我希望真的 大家要重视自己的成长 要学到智慧 没有虚心学习 真的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样 在迷茫的 盲目的过一生 有虚心学习 心量打开 视野打开 才能够反观 照见自己的问题 当能够反观 照见自己的问题 生命就在提升了 好 很好 希望大家 希望大家认真的学习 让生命不断的进化 提升 OK 好 祝福大家 好 祝福大家 OK 好 那今天就到此 告一段落 好 再见 好 再见 再见